印度借鉴中国的方法,没想到出尽了阳相。 众所周知,印度是第二人口大国,所以不管是军事还是科技,印度处处模仿中国。特别是在军事武器装备上,印度看到中国的武器不断推陈初心,印度便开始懂失笑评,自以为很了不起,没想到却出尽阳相。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局势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牺牲环境的代价,所以中国这几年开始向绿色经济转移,特别是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于是印度政府开始仿效中国制五霾的方法,要求在印度首都质量最差地区是用一种自主研发抗五霾神器,通过这个所谓的神器,可以将空中抛洒一些物质,然后空中的雾霾就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其实,这所谓的神器看起来倒像是炮,里面装的不是什么弹药,而是用来对付雾霾的雾化水。 许多网友调侃道,这不就是一个吹风机吗?只不过个头大了一点。 大部分网友看了这个奇怪的东西之后,真的是忍俊不尽。 没想到印度政府千方百计想出来的治理雾霾的方法竟然是让人笑掉大牙的吹风机。 真是把印度政府的脸全部都丢光了。 印度政府所谓的自主研发的国产治理雾霾的神器,其实最早来源于中国的雾炮车,中国在治理雾霾的时候只是把这种方法当作辅助方法。 同时中国人治理环境所想到的方法,是印度人根本都想不到的。 所以只是学了一个大概的印度人,就模仿借鉴中国的方法,反而声称是自主研发。 当看到中国的人工降雨之后,印度政府也称自己国家能够进行人工降雨, 但是印度政府却没有学习中国退耕还林,更没有学习中国培养国民的环保意识和其他的一些污染治理方案。 反倒是学习中国治标不治本的一些技术,结果却觉得不伦不类,真的是出尽了阳相,让人哭笑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